2023年10月1日 鄭少秋的大女兒鄭安兒不幸在美國自殺身亡 年僅55歲 以76歲滿頭白髮的鄭少秋 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和報匯中 鄭少秋情圖坑苛滄爽 有過一場黑光明心的失敗戀情 還離過一次婚 後與演員觀精華再婚 他愛過三個女人 亦有四個女兒 大女兒鄭安兒是一名私生女 是父母情感的受害者 他的自殺身亡 間接與鄭少秋有關 除了鄭安兒 鄭少秋還傷害了其他三個好女人 鄭安兒1968年出生於香港 是鄭少秋與女友盧偉如非婚所生 他的降生是一個美麗的錯誤 因為他是一名私生女 鄭安兒是在父愛缺失的 單親家庭長大的 他的身邊常年只有一個愛抱怨 愛流淚 愛發火的單親媽媽 每次他問母親 我爸爸呢 他去哪裏了 怎麼不回家 盧偉如棄怒地回答 他早死了 由於盧偉如經常在鄭安兒面前 痛罵鄭少秋 及鄭安兒的童年 夢想了一層陰影 讓他對婚姻生活時懷疑態度 也加重了對父親的偏見 直到上大學以後 鄭安兒才首次見到鄭少秋 說他事出於對女兒的愧疚 鄭少秋主動承擔了女兒在大學的所有費用 但兩人從此以後便再也沒有見面 鄭安兒的母親盧偉如也選擇搬家 直留下鄭安兒一人生活 大學畢業後 鄭安兒留在溫哥華發展 盧偉如去加拿大投奔女兒 母女兩處在一套公寓裡 但趁家庭長大的鄭安兒 內心缺乏安全感、性格敏感、多疑 他慌望婚姻 又害怕在婚姻中受傷害 他談過幾次戀愛 始終沒勇氣走進婚姻 2015年 鄭安兒離開加拿大溫哥華 一個人去美國南加州工作和生活 他買了一套小公寓 一個人居住 陪伴他的只有兩隻貓 2019年 鄭安兒談了一個男朋友 卻不肯結婚 為此兩人紛紛合合 經常發生摩擦 2023年 男友提出分手 鄭安兒不接受 於是男友背著鄭安兒癖腿 這成了壓垮他的最後一斤稻草 10月1日 鄭安兒在美國南加州的公寓裡 自殺身亡 惡號傳來 鄭少秋一夜之間蒼老了 內心的悲痛無以復家 盧偉如在怨恨中孤獨到路 盧偉如與鄭少秋同齡 今年也76歲了 這個悲情的女人 被鄭少秋拋棄時 才二十出頭 漫長的歲月女 盧偉如在怨恨 糾結 眼淚中 一點點消磨自己的青春 她被愛情傷得狠心 被鄭少秋傷得狠心 盧偉如也是香港人 少女時代的她名謀號子 天生麗質 17歲時 她考入香港著名的少士演員培訓班 與鄭少秋成為同班同學 鄭少秋身高1.82米 是一位風流的桶 玉樹臨風的水歌 兩人悄悄傷愛了 1967年 盧偉如意愛懷孕了 要求與鄭少秋結婚 鄭少秋才二十歲 演藝事業剛剛起步 不願過早走入婚姻 加上鄭少秋出身貧寒 盧偉如的家境也很普通 他國子女 想找一個家境優越的女孩做妻子 因此 鄭少秋不僅拒絕結婚 還要求女友去醫院做吊胎兒 這傷透了盧偉如的心 涉世未深的盧偉如 低估了人性的複雜 準備生下孩子做籌碼 然後向鄭少秋逼婚 女兒出生二十天後 盧偉如抱著他去走鄭少秋 強勢向他逼婚 兩人發生激烈爭吵 鄭少秋明確向他表示 女兒可以留給我 但我不會與你結婚 盧偉如看出了 這個男人眼淚的決絕和冷酷 咬牙帶著女兒離開了鄭少秋 盧偉如與女兒住在出宗屋裡 他在一家電影公司上班 艱難爭前撫養鄭安兒 幾十年來 盧偉如一直怨恨鄭少秋 不准他來看望女兒 不接受他的撫養肺 他要以這種方式 在心裡和精神上折磨鄭少秋 為此他帶著女兒多次搬家 後來鄭少秋再也走不到盧偉如母女 雙方徹底失去了聯繫 為割斷鄭少秋的父女情 盧偉如一直向女兒進行手限教育 他阻止女兒去走鄭少秋 一旦女兒背著他去走父親 盧偉如就大吵大鬧 並採取極端行為向女兒施壓 抗不住母親的高壓 鄭安兒斷絕與父親的聯繫 母親滿身仇恨讓鄭安兒一直生活在壓抑 痛苦和糾結中也深深影響了他的紛亂 他國子女提防男人 不信黃男人害怕婚姻 而盧偉如深受情感傷害也恐懼婚姻 厭惡男人再未涉足感情 2015年鄭安兒離開加拿大溫哥華 獨自去美國南加州生活 盧偉如一個人住在溫哥華 此後盧偉如很少見到女兒 母女倆幾乎沒有聯繫 2023年10月1日 鄭安兒在美國自殺身亡 當地教會一直聯繫不上盧偉如 直到10月2日 美國教會才與盧偉如取得了聯繫 同身女兒、白髮蒼蒼的盧偉如一度分決 沈殿霞被鄭少秋利用後拋棄 沈殿霞毅名肥肥 1945年出生的他比鄭少秋大兩歲 1974年兩人相識時 沈殿霞以名滿香港 而鄭少秋即即無名 沈殿霞愛鄭少秋的歲氣和瀟灑 為他提供了不少工作機會 鄭少秋為了前程 迎合、攀附沈殿霞 1978年兩人正式確定了戀愛關係 這場這大戀傳開後 震驚了香港娛樂圈 90%的人不看好 認為兩人不搬配 感情維持不了多久 好心人勸沈殿霞 你留不住鄭少秋 他是利用你 當你沒有利用價值時 他就會離開你 還有人勸沈殿霞 趁你現在還沒有陷進去 趕緊離開他 沈殿霞也知道 鄭少秋愛的是自己的名氣和光環 但就是捨不得放手這個壞男人 在歲哥面前 黃河女人都會失去抵抗你 1985年 沈殿霞40歲了 渴望走進婚姻 可鄭少秋遲遲不求婚 為刪住這個男人 沈殿霞大膽逼婚 沈殿霞的確對自己有恩 出於暴恩心理 1985年秋天 鄭少秋與沈殿霞 在加拿大登記結婚 當時沈殿霞的經濟條件 遠遠優於鄭少秋 分房是他的 分禮的大部分費用 也是他負擔的 香港媒體紛紛報導這場高端婚姻 清兩人的婚姻 是沈殿霞用潛和名氣集出來的 鄭少秋有吃軟飯之嫌 沈殿霞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壓 不適合生保保 為給婚姻上一份保險 貪務處生命危險任身 1987年5月30日 沈殿霞生下了女兒鄭欣怡 生產過程中 沈殿霞出現短暫休克 被醫生搶救過來 而鄭少秋在沈殿霞的題杰下 事業節節攀升 上世紀80年代中期 鄭少秋因主演電視劇 《楚留鄉新傳》 《紅篇兩岸三地》 鄭少秋的翅膀硬了 不用再借助沈殿霞的光環了 於是他背著妻子出軌 與女演員 關精華發生婚愛情 之後 沈殿霞發現了丈夫的婚愛情 賭氣向鄭少秋提出離婚 其實 沈殿霞內心深處不願離婚 只要鄭少秋向他認錯 徹底離開關精華 他願意接納他 那支鄭少秋爽快地同意離婚 沈殿霞心碎了 心高氣傲的他不願跪著生活 與鄭少秋扮理了離婚手續 1989年 鄭少秋離婚不到一年 就與關精華再婚了 而沈殿霞始終在失婚的陰影裡掙扎 他失眠 脫髮 屈屈寡寬 經常在家裡落淚 香港媒體經常報導 遇到鄭少秋與關精華一家的幸福 這對沈殿霞也是極大的刺激 2008年2月19日 62歲的沈殿霞因乾顏在香港病逝 拋下孤苦伶丁的女兒鄭欣怡 鄭欣怡恐婚的他36歲仍未婚單身 鄭欣怡的童年是灰色的單調的 在他的記憶裡 父愛是模糊的碎片 鄭少秋在婚後又生了兩個女兒 為不打亂新生活的秩序 加上拍戲網 鄭少秋很少去看望鄭欣怡 鄭欣怡上初中後 了解到母親與父親的欣欣怨怨 感傷自己是父親拋棄的女罪 他捕飲捕食 看從一度飆升到兩百斤 成了同學們歧視和嘲笑的對象 2008年2月 沈殿下臨終前 張女兒托婦級曾志偉等朋友 這讓鄭少秋愛心有一絲 撕裂般的痛 母親病逝後 鄭欣怡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因為鄭少秋和媽媽的婚姻 鄭欣怡在與異性交往時 始終處於被動 甚至將一河冰 久而久之 南方的熱情也冷卻了 鄭欣怡今年以36歲了 內心依然恐昏 依然待至歸中 這成了鄭少秋的心病 在鄭少秋傷害的四個女人中 大女兒鄭安怡 前妻沈殿下已經離世 前女友盧慧如 女兒鄭欣怡至今單身 在這四個女人中 鄭安怡受的傷害無疑最大 她沒有享受到父愛 沒有得到父親的財產 卻飽受父母因因怨怨的困擾 在鄭少秋的四個女兒中 鄭安怡的命運最悲情 鄭少秋對不起大女兒鄭安怡 沒有進度父親的責皇和義務 如果當年她對女兒多一份父愛 主動接近她 用父愛溫暖她 鄭安怡也不止於存在性格缺陷 2021年 鄭少秋去美國參加活動 見到了大女兒鄭安怡 當時鄭安怡狀態不好 正飽受感情的困擾 如果鄭少秋多關心女兒 走盡她的內生 或說服女兒去香港生活 鄭安怡也不止於悲情自殺 鄭少秋與觀精華再婚後 一家四口生活幸福 但她們的幸福 是建立在鄭安怡、盧偉瑜、沈殿下 鄭欣怡四個女人的眼淚和通虎基礎掌的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 歡迎點讚訂閱加轉發我 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